各位老铁们 伦敦黑帮第二季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不看到最后你绝对猜不到会有怎样的反转 显言少叙咱们紧接上级 娘俩看着桌面上比利的断臂都很难过 妈妈于心不忍想要将其盖住 可肖恩见状却连忙叫妈妈不要动 你不想看怕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吧 妈妈听后默不作声 肖恩说这是关于比利的事情 希望她不要再说谎 事已至此 妈妈也不再遮掩 妈妈说她从没想过比利会因此 而受伤 肖恩大怒地对她抱起了粗口 玛丽安说她这么做完全是在保护肖恩和比利 因为她觉得肖恩和白毛合作会害了他们兄弟俩 玛丽安赶紧让肖恩无论如何都不要接特哥打来的电话 因为她一定会提出十分无理的要求 肖恩一把将妈妈推到墙上说道 无论如何我都要去救回我的弟弟 肖恩听后直接大怒 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 大有一种将其杀脂肪能解恨的架势 很快玛丽安就被掐得老脸通红 就在她马上要断起之际 肖恩恢复理智选择收回了手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肖恩捡起电话 对玛丽安说 你以后不再是我的母亲 不要再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 否则我一定会忍不住杀了你 玛丽安已经被吓懵逼了 至此母子之间的关系彻底决裂 特哥告诉肖恩 如果想要你弟弟活着 那你就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 画面一转 肖恩找到了已经完全信任她的白毛 她将特哥抓住了比利的事情如实告知 她希望白毛能够帮助她一起杀掉特哥 白毛听后只说了一句 这不是问题 玛丽安和卢安坐在车里愁容满面 因为好不容易抢来的海洛因已经不翼而飞 这意味着他们刚组好的新联盟遭到了老黑妇女的背叛 而这边的妇女俩也产生了分歧 老黑本不想背叛玛丽安 但奈何女儿相农却一心想地自立猛虎 面对父亲的不同意 他便开始给父亲洗脑 你并不欠玛丽安什么 也不欠华莱士家族什么 难道你甘愿一辈子都被人踩在肩膀上吗 如果这批海洛因我们不把握住的话 那我们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老黑妇女儿态度如此坚定 便也不再多言 萧恩和白毛以及他的手下 已经行驶在了去找特哥的路上 途中白毛对萧恩掏心掏肺 他说他有一段时间很想杀了萧恩 不过他现在已经没有了这种想法 因为从他对莱尔以及妈妈的态度上 就可以看出萧恩想成大事的决心 他认为他们二人齐心协力一起合作的话 必将拿下属于他们二人的宏伟蓝统 然而白毛打死也不会想到 他接下来会有着怎样的一种遭遇 随后他们来到了一个休息区 萧恩走进卫生间 接到了特哥发来的位置信息 这时白毛的司机走了进来 见司机进去蹲起了坑 犹豫几秒后 他按下了风干机 不多时他将两盒食物放在了车顶 接着开始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这时白毛让丧彪带着手下去 特哥发来的约定地点提前埋伏 丧彪离开后 白毛也拿着汉堡开始大块堵一起来 他还一边吃一边说 这个汉堡的味道真不错 然而几口下肚 白毛就产生了浑身不适感 甚至是流起了鼻血 但即便是这样 白毛也仍然没有对萧恩起义 萧恩贴心地递上餐精致 下一秒 汉堡从手中掉落 他顿时感到手指僵硬无比 很快他就开始头晕目血 白毛想要拿出手枪毙了这个老六 可是 白毛就这样在痛苦中死去 萧恩再次背叛了一个信任他的人 他在食物中下了毒 在厕所里杀掉了白毛的司机 从他接到特哥电话的那一刻 他就开始精心谋划了这一切 因为他要救回他的弟弟 随后他将白毛装进了后备箱 给特哥打去了电话 特哥得知白毛已死变 和萧恩说出了另一个见面弟弟 萧恩奉劝特哥最好想办法让比利活着 否则他会跟他玩命 见特哥下了车 比利赶紧睁开了双眼 因为他要为自己和哥哥准备条后路 时间来到傍晚 老黑家门外突然驶来两辆车 卢安大佬一声令下 几名手下带着家伙迅速下车 他们打开货车车厢 却发现货物并不在车中 于是他们便强行闯进了老黑家里 可奇怪的是 他们家里却空无一人 卡拉米打开厕所门 发现1.3吨海洛因被整整齐齐地 马在了厕所里 卡拉米见状立马洗出望外 然而就在他拿出一包 正要向伙伴们显摆之际 下一秒 妇女二人人手一杆 哒哒哒对着隔壁房间 就是一顿仿舍 枪声停止 几个卡拉米无一信念 死状皆是惨不忍睹 随后老黑走出房间 拨通了卢安的电话 他说他们之间不应该走到这 你卢安也不应该如此忠心于玛丽安 卢安听后直接启动了车子 或许是因为老黑救过他的命 又或许是因为想要守护好自己的亲密 他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这里 而此时萧恩也已经来到了约定地点 他双手举过头顶 特哥打开大灯 看见弟弟比利还活着 萧恩便打开后备箱 将白毛抬了出来 看见凉透了的白毛后 特哥便挟持着比利走下了车子 按照特哥的吩咐 比利双膝跪地 萧恩脱下风衣 丢掉了别在腰间的手枪 接着他也跪在了地上 对弟弟说了一句 特哥绳子一拽 直接将比利放倒在地 然后朝着萧恩走去 看着即将被宰的哥哥比利心如刀脚 然而就在特哥想要扣动班机 为父报仇雪恨之际 下一秒 钻心的疼痛感令特哥发出一声惨叫 萧恩趁机直接将其扑倒在地 骑在他身上就开始一顿抡拳头 接着起身又是一顿踢 特哥一个蓄力将其踹飞 随后两人又开始近身肉骨 但萧恩怎能是职业选手的对手 没一会儿就被特哥死死地掐住了脖子 萧恩只好垂他伤口 就在特哥疼得直哼哼时 萧恩一个猛哭 可下一秒 萧恩瞬间躺在地上动弹不躲 这时他的眼神看向了一旁不断流出的机油 特哥忍住疼痛捡起步枪 朝着萧恩走过去 可下一秒 特哥的视线瞬间变得模糊不清 李力踹倒边上的铁筒发出声响 特哥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疯狂扫射 萧恩趁机一轮胎就抡掉了他手中的脚 紧接着 这让特哥直接暂时性地失去了战斗力 萧恩没有赶紧动手 而是看向了弟兄弟俩相识一笑 我们终于要赢了 然而事实确实 萧恩已然错过了最佳击杀时机 萧恩直接昏死当场 打脸来得太快 李力难以接受 特哥起身看向头顶的吊车 紧接着他就把萧恩吊了上去 昏死的萧恩也瞬间恢复了清醒 他双脚在空中一顿乱灯 吃力地对特哥挤出了发自内心的一句话 特哥听后眼眶湿润 比利不断地向特哥求饶 求求你 放了他 紧接着画面一黑 特哥和比利已经驶在了回伦敦的路上 那么萧恩死了吗 并没有 他选择让萧恩在痛苦中活下去 现在特哥已经截然一身了无牵挂 他要让萧恩继续活下去 他要让他亲眼看到 他是如何拿走曾经属于萧恩的一切的 此时警笛声四起 萧恩获救 画面一转 一众伦敦黑帮大佬坐在一起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 特哥坐上了C位 而他的对面则走来了一个老女人 他就是那个六亲不认背叛自己儿子的玛丽安 断了臂的比利来监狱探监 萧恩为杀掉特哥老父亲和出卖萊尔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而被他出卖了的萊尔也并没有死 不难看出 阿西夫和萊尔已经达成了某种合作 在他们的眼里永远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唯一有的 那就是利益至少 玛丽安与老黑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交流 随后他的目光落到了正前方的特哥身上 特哥先是略显诧异 接着又是一脸深不可测的表情 至此特哥彻底黑化 本季的主旋律只有一个 那就是背叛 在金钱与权力面前 一切皆为浮云 连亲情都靠不住 就更别说爱情了 第一季的萧恩不够狠 第二季的萧恩又狠过了头 他丢弃了恩与医 那么在接受了牢狱的洗礼之后 萧恩与以利能否王者归来呢 请大家继续对他抱有一丝期许 一起期待着伦敦黑帮第三季的道理 伦敦黑帮第二季讲解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老姐的支持与陪伴 我是舒克 咱们下部首天再见